張珍 他現在身上是 羅文V0專資 我的銀猴群 屈紅瘦 他上衣很輕膚 然後袖子的地方 在袖口是比較合袖的 所以他會有一點膨膨袖的效果 然後他的紋路 是這樣子是往中間集合 B字的這樣指紋 帶一點羅文的效果 所以他的我是覺得他 他顯瘦效果蠻好的 因為他 身上的線條感是一直往中間 集中 然後他的長度大概是 中間 我覺得不到短板 但也沒有非常長 剛好蓋在臀的 三分之一的位置 他差不多在臀三分之一的位置 然後下擺有一點鬆緊 你可以像這樣鬆鬆 他鬆緊不是很緊 所以你也可以像鬆鬆的拉開 然後你也可以這樣子把它 這樣子讓他這樣子 砸進去的感覺 對 然後 材質非常輕膚 因為他也是沒有含羊毛成分的 是軟Q帶一點厚度的針織 然後下身的裙子是銀河光澤的 白遮緣裙 他這個裙子很美 其實我就是有一個光線 嗯 他有四個顏色有橘紅色跟杏色 然後深藍色跟綠色 我自己排行榜是綠色第一名 可是深藍色好像比較多人買 可是我覺得台灣女生其實 這個橘紅色穿起來非常顯白 就是 氣色也很好 你上身就搭一件素色的針織衫 其實不會很誇張 當然你猛然你看 你會覺得橘紅色好像 不是你平常會選的顏色 但實際上穿起來的氣色蠻好的 然後他在你活動的時候 這個布料的光澤感 那因為他這個布料非常特別 他真的不同的光澤下 呈現反射出來的光線 會有一點不一樣 像這個本身我們看是比較杏色 可是在螢幕上會比較偏香冰晶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光線不同的光線 參考官網的那個品牌圖 顏色是比較準確的 然後藍跟綠 我最喜歡綠色 那天那個誰 Kimi最喜歡香檳色 就是杏色 最喜歡杏色 可是我覺得怕誇張 或者是怕不知道自己怎麼搭的人選深藍色 我覺得綠色還是有一點挑戰性 就是他的配件的搭配 比較保守的話要深藍色 保守好搭的話就是深藍色 那橘紅色我覺得是 年底很適合 滿適合冬天的顏色 因為你搭深色大衣裡面 其實橘紅色都是會滿挑的 好 有問題嗎 我來看看 所以我們在一點點 一會兒 高級影響 還是深藍色 超級影響 超級影響 感谢观看